這個走廊是外凸的 它不是內縮的 撕掉那個所謂軟腳蝦的現象 就不會發生了 是不是軟腳建築 看棋樓就能略知一二 他是資深土木技師周南山 在討論土壤液化的同時 他說軟腳更可怕 軟腳現象會造成 整個大樓的傾倒 液化現象的話 矮一點的房子 它可能是有一點傾斜 或者是地板會開裂 周南山說 早期因為店面跟天候因素 讓台灣變成棋樓王國 而這些棋樓 也成為建築物軟腳的主因之一 以本來說 台灣的棋樓有兩種 像這樣是外推式的棋樓 因為上面沒有任何的載重物 所以安全係數比較高一點 不過在台灣 有很多像這樣內縮式的棋樓 有可能會破壞主體結構 然後頭重腳輕 相對起來就比較危險 這些危險係數 如果再加上建築物 自然震動的周期 又剛好跟地震震波 頻率相同 搖晃的程度就越大 頭重腳輕的大樓 就容易坦塌 一般講起來 如果是在921之前 921之前設計 而且施工完畢 這種是比較危險一點 現在是167.5 172 差多少 差了5公分 這個是因為地板已經做過 所以地板是不準的 但是你抓天花板 會很明顯會發現 房子檢測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它放在 房屋比較長項 偏偏的情況下 它就是有傾斜 如果沒有傾斜 其實會在我們水平池 兩個黑線的中間 簡單的DIY 就能掌握住家的傾斜狀況 尤其是有頂樓加蓋 或者是陽台外推的建築 專家也警告 在921地震前的房子 如果有內縮式的旗樓 或是一樓挑高 甚至店面沒有側牆 都可能有軟腳風險 政府應該全面體檢 進行防災型的都更 才能把可能的軟腳傷害 降到最低 記者下記者來自豪 新北市參謀報導 好 好 好